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四百四十五集 他斟酌了半天 小心翼翼道 从理论上说 我应该回去 因为清玄安巧巧 还有我即将出生的宝宝都在那里等着我呢 可是从心理来讲 我又多想陪陪你 姐姐 你要是我 你会怎么办呀 宁仙子望他一眼悠悠道 你便是个滑头 又把话题拿回来问我 心思长在你身上 谁能管得了你 宁雨昕神情淡淡 眼中却有一丝难以掩饰的黯然 林婉容看得心疼 抓住他小手 悄声试探道 姐姐 不如我们一起下山去 下山 宁雨昕脸上现出一抹苦涩 依偎在他怀里柔声道 在这绝风之上 我们便是一个男子 一个女子 没有清玄的师父 也没有他的相公 忘了人世间的那些仇悦 我与你在一起才能开心快乐 无忧无虑 可若是下了山 她顿了一顿 说不下去了 林婉容将她郊区搂入怀里 在她发边亲吻了一下 朗声笑道 下山又怎样 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 我们真心相待 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就连老天也管不了我们 嘴掌在别人的身上 别人想怎么说 我不在乎 宁雨昕泪落满面 无声哭泣 就算你不在乎 可清玄呢 他能不在乎吗 就算他不在乎 可是 可是我在乎 我是他的师父 你又与我有面门之仇 我们如此犯了禁忌 什么禁忌 林婉容站起身来 怒眉伤扬 我与你有何禁忌 你是清玄的师父不假 可也是我的神仙姐姐 我从未叫过你师父 你在我眼里 就是神仙姐姐 从来不是师父 一个是未嫁女 一个是痴情男 情投意合 两情相悦 既无血亲 又无苟合 老天都不敢拆散我们 何来禁忌之言 可是世人如何看 什么世人 林婉容一甩袖子大声道 谁是世人 谁能代表世人 姐姐 枉你是天线般的人物 怎还不如我一个凡夫祖子看得开啊 人生百年 如白居过戏 我们怎能为别人活着 若连自己想要的开心幸福都不能争取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他双手合在嘴边 用尽全身的力气 对着远处空旷的山谷大声喊道 全世界都给我听着 我 林婉容 喜欢宁女妻 我爱神仙姐姐 我要娶她为妻 永远爱她 永远呵护她 如为此事 叫我五雷轰顶 万箭穿心 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那声音传出极远 在空旷的山谷中来回的飘荡 隐隐传来阵阵的回声 你疯了 宁仙子急急捂住她的嘴 泪珠滴落成串 躲进她怀里 双肩急剧的颤抖 脸上又笑又哭 哽咽得如同要昏厥过去 我没疯 林婉容 抚摸着她秀发柔声道 什么诋毁 什么名誉 在我眼里 一钱不值 只有幸福才是最真实的 若有一天你要偷偷离开我 我就写一封情书 腾超百万份 挨家挨户去散发 你不是怕别人知道吗 我偏就向世人宣告 温雅如仙的宁玉希 是我林某人钟爱的妻子 我们曾生有七男八女 其中还有一对是双胞胎 我就叫你你永远做不成仙子 我无我不做的兵器 姐姐你是知道的 千万不要怀我的决心 宁玉希脸儿羞燥 心里又苦又甜 狠狠捶打着她的胸膛 哭泣道 什么七男八女的双胞胎 你这狠毒的小贼 别会这样的来欺负我 你杀了我吧 林婉容嘻嘻一笑 不是七男八女 难道是八男妻女 看来我记错了 还是姐姐继续好 这人没羞没臊 脸皮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宁玉希心里泛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面对着她 所有的手段都会失笑 偏就那种嬉笑中无耻的霸道 叫她生出一种欢心的感觉 欲罢不能 二人说了一会儿话 宁玉希的心性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关于下山的事情既不摇头也不点头 不知道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想法 从前对着清玄的时候 林婉容可以使出些无赖的手段轻易搞定 但宁仙子与清玄不同 她自幼苦修 力士更多 心智坚定 非常人可比 林婉容也不敢过分逼她 天色一幕 对面熊熊燃烧的火堆 隐隐透出些亮光过来 也不知清玄宁儿他们现在急成什么样了 林婉容向对岸遥望一眼 心里振振地担忧 却又不知道怎样是好 这样两头为难的事情 在素来果断的她身上还是头一次发生 宁玉希是察觉到了她的心神 眼中一暗 低下头去 默默不语了 这山上的奇花异果多不胜数 宁玉希见识超凡 专门捡些味道美妙的果实摘了过来 二人饮食无余 在这里待上一辈子也不会饿死 夜深了 我们进去吧 宁仙子今日又是哭又是笑的 身虽不累 心神却有些倦了 拉住林婉容的手奄然一笑 柔声说道 好的好的 林婉容忙不迭点头 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嬉嬉笑道 我们赶紧进洞 防吧 宁玉希翘脸一红 打她一下 你瞎说个什么 我是修行之人 不能贪恋人事成语 谁去与你 她轻呸一声说不出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林婉容哈哈笑了两声 修道这人嘛 不叫洞房 叫做双修道理 其实做的事情差不多 了解了解 宁仙子瞪她一眼 脸儿晕红 小神称道 无赖 什么双修道理 我是修行 非是修道 便与凡人一般无二 这么说 还是应该叫洞房了 林婉容点头道 我就说嘛 洞房多么的通俗易懂 老少贤一样 听她虎脚蛮缠 仙子红着脸 摆她一眼 脚步不停 拉她入内 这石洞进进出出的几时变了 唯独这一次最快活 握着仙子姐姐的小手 望着她美妙的身材绝世的容颜 若不是家中还有娇妻苦等 她说不定就放下一切 与仙子在这山上长相厮守了 到了石室门外 林婉容习惯性地停住脚步 宁玉希扫她一眼 脸孔微红 你做什么 去那冰冷的石板 还没有睡够吗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什么意思啊 林婉容大喜过望 却见宁玉希已丢开她早早地进室去了 林婉容急忙踏步而入 只见宁仙子束手如枝 用剑尖将那暗下的碾子轻轻挑起 屋内的灯光便亮了起来 她转过头时 脸颊如染上一层薄薄的胭纸 烟红中有些明媚的粉色 说不出的诱人 宁玉希坐在石床边 望着她奄然一笑 小手轻轻一挥 你快过来 洞房还是双修啊 如此美艳温柔的神仙姐姐 林婉容还从未见过呢 心里不自觉地扑通扑通直跳 急忙跃到石床边 紧挨着宁玉希坐下 闻着她身上传来的淡淡幽香 心旷神怡 宁玉希脸儿烟红 眉目温柔 双手撑在她胸前 缓缓依进她怀里 你莫要想岔了 我是担心你在外面受了疯寒 可不是药与泥 她眼俭低垂 脸颊滚烫 紧贴着她胸膛说不出话来 忘了个娘 这还能叫我不相差 仙子柔弱无骨的娇躯 依偎在她怀里 浑身光洁如玉 变如一块上好的绸缎 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 要 要与我什么 在仙子柔柔的腰支上轻轻浮动 连宛容自己都能感觉声音里的颤抖 无痴小贼 宁玉希脸上遍布红云 身体酥软地靠在她怀里 仿佛功力尽失 自己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苦秀多年 你 你可不能坏我 一双火热的大手一钻进她衣里 正抚摸着她光洁如玉的脊背 她心跳加剧 红唇极张 眼中蒙起一层雾气 小贼 她呼得轻气一声 两颗晶莹的泪珠 顺着柔美的脸颊 无声低落 林婉容一惊 急忙抬起头来 只见宁玉希银牙紧咬红唇 眼眸如雨雾 痘大的泪珠磕磕低落 脸上喜怒哀乐 齐齐涌出七碗哀艳 楚楚动人 姐姐 林婉容看得愣了一愣 望见她眼中淡淡的哀愁 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 我他妈还真是下半身的动物啊 宁仙子心智之坚定 天下无人能比 这几日更是大喜大悲交替 从天仙到坠落凡尘 中间连个缓冲都没有 换谁谁也受不了啊 林婉容忙将她抱紧了 舔着脸皮道 姐姐 我吓唬你的 你瞧我是那种人吗 宁玉希呼的一口 咬在她胳膊上气道 你就是这种人 你当我不知道吗 我忍 林婉容姿牙咧嘴 咬紧牙关 一声不吭 稍过一会儿 宁玉希呼又扑铲一声 抬起头来 脸上沾满泪珠 却娇艳如花 风情万种 望着她深情一笑 小贼 谢谢你 谢我做什么 林婉容奇怪地问道 宁仙子将脸颊 依偎在她胸前 缓缓摩擦一下 眼珠眉眼间的羞红 语音轻柔道 谢你如此待我 能叫你收住手脚 这可是世间最难之事 这到底是包还是扁呀 林婉容苦笑不得 宁玉希见她苦恼的模样 摇头轻笑 将她大手送到自己腰枝 脸上浮起一片红云 我即使被你拉入红尘 便再做不了神仙 你还苦恼些什么 不苦恼不苦恼 林婉容嘻嘻一笑 最珍贵的东西 要留在最美好的时刻 我就等待 洞房花烛那一刻吧 洞房花烛 宁玉希喃喃自语 脸儿粉红中 带着些苍白 呼得泪落如雨 声音细如文锐 那边交给上天来决定吧 小贼 你抱紧我 再抱紧一点 阵阵山峰中 飘来一阵 似有似无的人声 静立崖边的萧清玄一惊 忙名神细听 却又消失不见了 她心里一急 积极拉住旁边 乔乔的小手 乔乔 你快听 这是什么声音 哪里有声音 乔乔竖起小耳朵 细细聆听了一阵 除了呼呼风声 什么也听不到 不不不 有声音 一定是琳琅 一定是琳琅 她一定就在那里 萧小姐神色激动 摇摇向对风望去 乔乔也往对面的 绝风望了一眼 云遮雾挡 崩乱隐线 根本就看不清东西 她忙拉住了 萧清玄的手 姐姐 请绝风离我们几百丈远 就算是大哥出声喊叫 也传不到这里 你是不是想着想着肉吃了 萧清玄 眸中水无隐线 不 一定是琳琅 我听见她喊话了 乔乔将信将疑 真的 大哥真的在那里 他喊什么了 萧清玄愣了一愣 呼得摇了摇头 他说他 不管说什么 总之他一定在那里 乔乔 你就叫夏珊去请徐小姐 望见乔乔 急急夏珊的背影 骆宁担忧道 姐姐 大哥真的在那里吗 萧清玄神色艰绝 不会错的 我听见了夫君的声音 他一定在那里 这一夜 萧小姐翻来覆去睡不着 到天明时分正咬合眼 帐外传来军事急报 禀告将军夫人 大事不好 对面千诀风上着火了 什么 骆宁又喜又惊 鸡芒与萧小姐 着好了衣服 冲了出来 天才放小 千诀风上 却有一团浓浓的黑烟 缓缓升起 几里外 都可看见 骆宁跳起来拍手 大哥 一定是大哥放的火 萧小姐凝望半赏 轻轻摇头 双眸微诗 不是琳琅 是师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